因为许念念以后居住在京都 所以呢 许问天让管家给许思思准备房间的时候 也顺便把许念念住的房间 也收拾整理出来了 老太太把许念念带过去参观了一番 扬言道 以后啊 你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好 我以后都过来陪陪奶奶 许念念乖巧地说道 许问天现在就以高丽红为主 基本上他说啥就是啥 隔得那么近 许念念肯定会经常过来陪陪爷爷 老太太把他宠得跟宝贝哥的似的 许念念怎么可能不来看他 而且许问天也很疼他 或许是觉得 这么多年没在他们身边 对他们亏欠了许多 许问天无论对他们这些孙子孙女 还是他爸的三兄妹都非常的好 也极具耐心 许念念就是这样 别人带他一分好 他会带人万分好 许问天想来想去 决定请一顿酒 把亲朋好友请到家里来 让别人知道 他许问天 已经把孙女和妻子都找到了 目的也是为了预防别人 瞧不起许念念 毕竟许念念已经嫁给了禁狱 指不定多少人背后诟病他孙女呢 许问天呼起独自来 比老太太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他光是想一下 别人在背后 躲着一轮自家孙女都受不了 能给自家孙女撑腰 他为啥不站出来 当然了 做主之前 许问天少不了 要问一下高丽红的意见 高丽红一听 立马就拍板同意了 他的想法和许问天一样 不想让自家孙女被人瞧不起 禁家不是小门小户 这种高门大户 最讲究门当户对 就算禁家人不在意 指不定那些旁的人 喜欢指手画脚 许问天和高丽红 商量这事的时候 完全当着许念念的面说 看两个老人家 一副想要为她做主的样子 仿佛她已经受到了 欺负的激动表情 许念念忙说道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没人欺负我 平时特别听 自家孙女话的老太太 这会儿不理许念念了 念宝别怕 你爷爷给你撑腰呢 以后啊 看谁敢背后说你 老太太亢奋地说道 目前 许念念还真的没有听到议论声 当然 也有可能是因为 她除了跟禁家人相处之外 基本上 没见过大院里的其他人 她每次出门 都是禁家的司机开车带她出门的 不过 看两个老人家 一副必须为她做主的激动样 许念念也没有继续阻止 这次她过来 除了来看老爷子和老太太 主要是为了给许思思 送稀释过的泉水 她脸上的八叶还没有完全好 必须坚持给她服用 她还带来了好几瓶呢 一小滴泉水 几乎兑了满满一大瓶水 许思思下楼的时候 看见许念念在楼下的客厅 和老太太在画家常 高兴地跑下去 念念姐 你咋来了 你个小懒猪 怎么睡那么久啊 昨晚没睡好 主要是太亢奋了 许念念拿了吸水过的水给她 拿去吧 真是啥呀 许思思接过 一脸疑惑的表情 把妆水的瓶子上下鼓道 许念念手指敲了敲脸 许思思立即顿悟 开心地笑道 谢谢念念姐 之前 许念念跟许思思说过 要给她拿一些 美容护肤的养颜水 许念念肯定不可能跟她说 这是有神奇功效的水 只是告诉许念念 这是她研究出来的 能够美白的补品 泉水的颜色是白色的 所以 哪怕加了水 也依旧透着一股淡淡的白色 许念念还在里面 加了一些西瓜汁 看起来 有些像普通果汁一样 因此 老太太这样精明的人 也没有怀疑 不过 就算怀疑 许念念也不怕 反正这泉水 只对和她血液相通的人有效